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在岭南大学就读国际经济专业 毕业以后担任香港《大公报》复刊的编辑 他笔下的《侠史诗情》充分发挥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1954年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到1983年宣布封闭的30年时间里 梁宇生先生总共创作了武侠小说35部160册1000万字 其中就包括《白发魔女传》《七剑夏天山》《平宗侠影录》《大唐游侠传》等等 1987年的时候梁宇生先生定居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可以说在1954年的时候香港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香港武术界的白鹤派和太极派发生了争执 双方约定在某一天举行一个比武来一决胜负 在这之后的第二天梁宇生先生就开始在《大公报》 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创了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 美国美联社的一篇文章谈到梁宇生被誉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先驱 梁宇生经常以诗歌为小说章节的开篇 而他的小说也多以刻画名士文人来组成 小说情节也经常由文学虚构与历史事件交织而成 梁宇生的许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本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七剑下天山》和《白发魔女传》 可以说在梁宇生先生创作新派小说开创之前 旧的武侠小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许多旧的武侠小说只是一些识字分子在看 知识分子是不看的 可以说梁宇生先生创立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 使得武侠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 武侠小说的读者也从最初的底层人士 发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美国的《乔报》就谈到梁宇生开创了 武侠小说的一代新风 开创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的世纪 另外这篇文章还谈到 在评价自己武侠创作地位的时候 梁宇生先生曾经说 开封企业 梁宇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对于武侠概念的界定 梁宇生的观点是武是一种手段 侠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说以侠圣武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梁宇生先生和金庸先生呢 平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互相的评价也非常的高 中心社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话题 这篇文章说金庸古龙梁宇生 是江湖公认的新派武侠的三大家 梁宇生认为金庸善于吸收西方的文化 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还认为金庸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 而他则擅长写明世风流 1954年 梁宇生开写连载小说龙虎斗精华的时候 他的同事扎梁雍取名金庸写出了书建恩仇录 两人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侠的大旗 并且号称金梁并称一时余亮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谈到了梁宇生先生的越狱爱好 围棋和象棋都是他的爱好 金庸先生也是他最好的一个棋友 文章说梁宇生爱下棋 也爱研究棋谱 他看的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和棋谱了 不过梁宇生只看书不藏书 书读完以后往窗外一扔又去看下一本 同事里有梁宇生固定的一群棋友 金庸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常常在下班以后杀得天昏地暗 好 以上是今天一周媒体人物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文学大师梁宇生先生 好 谢谢金强 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报道新闻 三月份两岸将就民航定期航班进行协商 根据去年11月份签订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 相关协商预计在六月底就会完成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最快七月起两岸包机将提升为定期直航航班 自去年底连岸实现空中直航后 目前两岸航空公司每周共直飞108个直航航班 不过现有航班数量仍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还有不少旅客经港澳中转台湾与大陆之间 根据台湾民航部门估算 现有台湾飞港澳旅客中 有67%都是中转大陆的旅客 以此推算 现行台湾飞往港澳的每周536个航班的三分之二 未来都可以转化为两岸定期直航航班 计算下来大约是每周357个航班 据了解 这个数字将成为双方协商时台湾方面提出的上限参考值 不过也有部分台湾航空业者担心 357个航班或许不可能一步到位 华航高层就表示 定期航班可能涉及一些政治问题 7月份实施定期航班时 如果数量能比现在增加一倍 也就是由现在的每周108班增加到216班 业者就非常满意了 此外 业者认为航班增加后 上海等重要航点到底能增加多少班 是问题的关键 为提升就业台行政当局主管部门计划 拨款3300亿新台币 提供33万个直接就业机会 台湾行政机构汇整了促进就业新方案 确定将提供33万个直接就业机会 其中经济建设委员会将透过爱心企业 向2006到2008年度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提供35000个实习机会 起薪22000元新台币 1000家的爱心企业能够容纳3.1万元 不过就是说 这个整个计划其实就是我们在努力的 另外教育部门原计划发放 可以折抵学费的教育券 现在改为推出人力加值训练计划 未来大专以上学历的学生在完成特定课程后 可每年享有学费补助 最高上限为5万元新台币 台北国际书展日前开幕截至7号 入场人次已经比去年增加了25%左右 而又逢周末人数渴望创五年来的单日新高 而用消费券买书也成为今年的一大特色 为了吸引人潮 业者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 有的推出最低折扣 有的推出双飞香港的幸运抽奖 还有的动漫业者推出了消费券专区 吸引玩家彻夜排队 书展开幕三天 单日的入场人数就节节攀升 从第一天的五万五千人 猛增到第三天的十万人 在大环境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 能有这么旺的人气 也让业者喜出望外 这个业绩简直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人潮多了很多 我想确实是消费券 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买期畅旺再加上又逢周末 业者预计单日入场人数可创五年来新高 台湾交通部门从1990年起 每年都会举办灯会 今年是第二十个年头 首次来到宜兰举行 预计九号正式登场 而在此前展开的试灯仪式 已经吸引了很多民众慕名而来 提前感受元宵灯节的气氛 由于今年是牛年 灯会自然以牛作为主轴 主灯以高达18米的金黄色水牛为主体 每半个小时就会上演一场灯光秀 灯会期间除了上千组的各式花灯 每年的晚间九点半还会有烟火表演 就是要让民众看得过夜 位于台北线石门的海湾新城 32年前原本是整排的景观豪华公寓 但因为长时间受海风侵蚀 外墙剥落 加上住户陆续搬走 公寓逐渐废弃 但是有一位年轻人却逆向思维 将屋子重装成民居 竟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景陵海边的灰白色建筑 一整排两百多户却是冷冷清清 外墙泛黄斑驳 铁窗生锈甚至没有门窗 给人荒凉阴森的感觉 而里头几乎都是废弃空屋 凌乱的宛如废墟 不过走进其中的一栋四楼 却是崭新明亮 摆设温馨 原来有住户反其道而行 将空屋翻修成民宿吸引游客 18岁的屋主还将民宿命名为 废墟度假屋 吸引胆子大的民众 没想到翻修成上海民宿 让这里又再度爆红 成为北海岸的新话题 厄瓜多尔总统 以干预内政为由 驱逐美国外交官 美方已经就此事展开相关调查 澳大利亚东南部 发生的严重山林大火 已经造成至少25人死亡 100多处房屋被毁 最终死亡数字还会上升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河南第一号品牌文化传播优先公司 2008年销售突破100亿元 全心全意做好药 食药集团 黄河从治理入汉 石油之城 生态之城 中国东营 巴基斯坦一所高等法院 6号解除涉嫌核技术泄漏的 巴基斯坦核弹之父 卡蒂尔汉的软禁 美国 英国 法国和印度 随后对此表示担忧 7号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表示 卡蒂尔汉的核黑市网 已经被导火 不再有核走私的危险 同一天 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 巴基斯坦已经捣毁 卡蒂尔的核黑市网 与之有联系的任何个人 目前都不享有任何官方待遇 也不能接触任何战略设施 声明还说 巴方已经对核扩散问题进行调查 并将相关结果通报国际原子能机构 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巴方给予的合作表示赞赏 被称为巴基斯坦核弹之父的卡蒂尔汉 于2004年承认 曾经向伊朗 叙利亚等国家泄露核技术 随后被软禁在家中 7号 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 以一名美国外交官干预俄内政为由 要求他48小时之内离开厄瓜多尔 克雷亚说 美国外交官阿曼多 阿斯托加企图借经济援助 指定厄瓜多尔政府集资部门负责人 由于恶警方拒绝案 阿斯托加的标准选官员 阿斯托加突然宣布终止美方援助 克雷亚表示厄瓜多尔拥有主权和尊严 不接纳任何把他们当殖民地的人 并命令恶警方挥还所有美方提供的设备 美国国务院说 美方获知此事之后 正在展开相关的调查 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扎哈尔7号 率领代表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 参加与以色列实现长期停火的会谈 哈马斯发言人巴尔虎姆7号说 哈马斯代表团将争取说服乙方 开放加沙边境口岸 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 哈马斯将讨论 美方提出的加沙地带禁运货物清单 澳大利亚警方8号证实 澳大利亚东南部发生的严重山林大火 已经造成25人死亡 100多处房屋被毁 最终死亡数字还可能会上升 警方说 数千名消防队员从6号开始 在东南部多处山林参与灭火 但是火势7号 因为百年未遇的干旱天气和大风 而愈加凶猛 根据消防部门消息 截止到8号早晨 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公顷 由于8号凌晨气温骤降 风力减小 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降雨 山火威胁才得到部分解除 在受灾最严重的维多利亚州 消防队员在检查遭山火烧毁地区时 发现了25具尸体 警方说 还不清楚这些死者的年龄 但是其中可能有儿童 周总理约翰·布伦比说 这是维端利亚州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火势甚至比1983年的历史最严重的大火更为凶猛 那次大火总共造成了75人死亡 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连日来持续高温 包括悉尼和墨尔本在内的许多地区 气温连续多天超过40摄氏度 这被认为是引发这次山林大火的主要原因 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7号说 当天有数百人被困在俄亥俄州伊利湖的一块 从岸边飘离的巨大浮冰上 截至目前已经有134人获救 一人遇难 伊利湖水域冬季风冻 当地人经常到冰面上钓鱼 或进行其他的户外活动 但是近日当地的气温上升 冰面出现松动 气象部门已经发出了相关的警告 不过仍然有许多人用木板搭桥 从岸上到湖面去活动 19世纪初 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诞生于英国 一百多年之后 英国人对于蒸汽机车的热情 似乎并没有减退 7号一辆崭新的蒸汽机车开始首航 这是英国近50年来制造的第一辆蒸汽机车 伴随着长长的气笛声和一团巨大的蒸汽 旋风号蒸汽机车从英格兰北部的达林顿车站出发 驶向终点站 伦敦国王十字车站 与现代火车相比 蒸汽机车特有的噪音和蒸汽 让人们感觉很新鲜 旋风号是以上世纪40年代 英国蒸汽机车为模本全新打造的 整个项目从1990年开始筹划 造价超过300万英镑 与老式机车相比 拥有13节车厢的旋风号 添加了适应先进铁路运输轨程的电子设备 设计的最高时速为145公里 中国游客车祸调查的现场取证阶段 目前已经接近尾声 当地时间7号下午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官员 在内华达州的汉德森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赴美中国旅游团车祸调查的进展情况 事故调查组负责人表示 车祸的最终调查报告 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做出 事故调查组负责人皮特·考托夫斯基说 调查组对司机和几位目击者进行了询问 就事发路段和肇事车辆进行了仔细检查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肇事车辆在事发时有任何机械故障 驾驶员自制合格 当天驾驶时间只有四个半小时 而且事发时并没有打盹 突然听到了 警察指的经验 无重点 讨定是一段 weit 公司的经验 一早降 slow how other步 khỏi was when the uh vehicle lost control went off the left edge of the roadway came across the two northbound lanes and entered the right shoulder area at which time the driver uh corrected over corrected the vehicle by turning the wheel to the left and the vehicle went out of control across both lanes of traffic northbound lanes again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车门在行驶中开启 目前还不清楚 而司机当时是否超速驾驶 也需要进一步调查 考托夫司机说 司机事发时并没有系安全带 而车上其他游客的座椅 则没有安装安全带 他说这次车货事故报告最终完成 还需要一年时间 1月30号 伊朗载有15名中国游客 一名司机一名导游的中发车 在亚利桑那州境内93号公路发生车祸 造成七死十伤 目前仍然有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一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今年节后到广东省求职的外省农民工总数 将会达到970万人 据劳动部门的调查 其中有200多万人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 广东省从7号起启动春暖行动 将在三个月时间里举办近万场免费招聘会 帮助农民工找工作 目前已经有530万民工涌入广东 预计大约还有440万人陆续进来 比往年多了100万人 困扰广东制造业多年的民工荒出现拐点 我们现在普工的求人倍率呢 已经由去年的全年平均的1.16下降到今年的这个0.8 也就是说呢1.16大于1的时候 这个岗位比这球值得要多 那么0.8就意味着呢 我们这工大于球了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 以往招聘会上一项排名第一的加工制造业招聘岗位数 缩水严重 尤其是对普通工种的需求锐减 今年一季度 广东省制造行业减少了约70万个岗位 感觉比往年要稍微难一点 稍微难一点 是的 工种类型啊 没有比往年多 普工少一些 总的岗位数没有大的跳水 这跟去年相比较呢 略略有小 降低了一点点 但是降低了幅度 我想在5%到7%左右的幅度 广东重点在零售 住宿餐饮等行业挖掘就业岗位 转变农民工的就业领域 有主要的制造业呢 转向呢 其他的传统的服务业 另外 广东还采取了阶段性降低 医疗 工商 失业的缴费费率 允许困难企业 还缴社会保险费等一系列措施 减少企业用人成本 如果不降低费用 我们公司缴纳十项基本费用 一年要缴纳350万元 若按照新的规定 我们将只要缴纳280万 据策算 社保新措施的实施 可为广东企业减轻负担约150亿元 稳住190万个就业岗位 7号上海春节后的首场大型招聘会 在8万人体育场举行 招聘会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应聘者 招聘企业也达到900多家 高于预期 一大早上海8万人体育场招聘会的现场 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 求职者中能够看到很多的英界大学毕业生 不好找 有很多工作都是需要有工作经验 不过招聘会中也确实蕴含着不少机会 一位刚到上海三天的外来务工人员告诉记者 他刚参加完面试 企业告诉他三天之后就可以上岗了 在上海找工作我感觉也是比较好找的 就是说他们招聘会的这些东西 有些条件还是可以达到的 给我们农民工作提供的很有利的条件 不少求职者表示 眼下经济形势不好 他们也在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 其实我感觉现在IT业不行 我是做计算机的 然后外包肯定是不行了 然后现在主要是针对国企业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 其实可能会每个行业都会受一些影响 那当然国家的一些相关的就业方面的信息和政策 这个对广大的求职者来讲也是很关键的 据主办方统计 这次招聘会共吸引了900多家企业参加 与往年相比下降了30%左右 但已经高于预期 我们预期今天大概是六七百家 但是今天多了两百家 说明我们国家在宏观政策上面 在这个政府的投入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起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们企业来说 可能在对经济复苏的这个信息上面有所增强 房贷业务通常是典当业务中所占比重最大的 春节前房贷业务甚至达到了 所有典当业务的60%到70% 而春节之后 由于楼市一直不太景气 大多数典当行不得不降低房产当金来控制风险 记者从北京一家典当行了解到 该公司的房产折当率已经由原先的60%到70% 调整为50%左右 一个原价100万的房产前几个月能当到大约70万元现金 而现在只能当到50万元左右 同时对房产典当业务的审查也更为严格 除对房产进行审查外 对贷款人资质还款能力等都要进行调查 因素来讲房产确实下降了 它的价格下降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北京新建房价格连续四个月下降 二手房的售价也开始下降 这些导致典当企业更加重视控制房产典当的风险 作为典当企业来讲 它也是一个中小企业 它为了自身的这种保护 那么为了防范风险 所以它在出款比例上也有所下降 这在全国来讲的话 相比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从今年起到2011年 上海市将全面倡导公共场所控烟 禁烟范围将从公共场所扩展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 随后是逐步取消室内吸烟点 据专家介绍 多数市民知道二手烟的危害 通常认为只要在吸烟结束后开窗换气 就可避免被动吸烟 不过大多数人不了解 在室内吸烟 尼古丁很容易滞留在物品上 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工作 即使从未接触过烟草 患肺癌的概率也会增加三倍 但对于全面室内禁烟 不少市民认为推广起来有难度 大多数人还是赞同控烟新规 无论是吸烟者还是吸二手烟还是吸三手烟 应该大家都会有间接的这种影响 我想是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可以逐渐地改善 上海目前平均吸烟率约为25%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酝酿中的新规可能把禁烟范围从传统的公共场所 扩展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 并逐步消除边走边吸 损害他人的油烟现象 最近几年滥用抗生素的问题 越来越受到关注 医院接诊的相关病例也在增加 医生就提醒滥用抗生素等药物 容易导致白细胞减少 降低身体抵抗力 后果严重 大连市中心医院血液科收治的这个病人 是一位持续发烧两个月的老人 仅仅是肺炎却住院40多天 体温每天都到38度39度这样 到后来就表现一个 就是越来越重的一个呼吸困难 当时我们也是给他做了各种什么 痰的培养啊 血的培养啊 来查找这个致病菌嘛 结果培养出来的很多细菌 好几种 而且都是耐药菌 患者是位乡村医生 平时经常服用各类抗生素 结果剂量越用越大 抗药性也越来越强 长此以往身体抵抗力下降 基本一个月就病一次 这次得病换了几种消炎药都无济于事 只能根据药物敏感实验 然后上到比较高档的抗生素 就是多种抗生素联合用药 最后完全控制了 医生说滥用抗生素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 其中包括白细胞减少 医院里这类患者越来越多 轻者体质下降 免疫力降低 易感冒 重者发生严重感染 最严重还会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医生提醒患者 尤其是老人和婴幼儿用药要格外谨慎 老人的噪血系统已经开始走向衰退 而婴幼儿的噪血系统发育不全 两种情况都更容易受到药物影响 造成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周媒体瞬间 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 这一周以来发生的重要消息 好的 来进入今天的一周媒体瞬间部分 首先来介绍两个趣味的建筑 第一个是在日本北海道最北端的一个冰旅馆 这个冰旅馆非常的特殊 它的所有的物品都是用冰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客房是一个由餐厅 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组成的 巨大的冰块做成的床上 铺着厚厚的睡袋 估计不会很暖和 厨房和餐厅里 餐盘 橱柜 案板都是用冰块做的 喝饮料的杯子是用厚厚的冰砖凿出来的 因此里面的饮料也绝对是冰镇的 客人可以自己凿出自己专用的冰杯 自己凿 自己用 只是不能把它带回家 在冰浴缸里边 居然还能舒舒服服地泡一个热水澡 一定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 这家奇妙的旅馆的价格也不便宜 在这住一晚上需要四万多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千多块钱 再来看一个飞机餐馆 这个飞机餐馆呢 是建在台北和真实的飞机 除了不能起飞一样 其他完全一样 比如说在这个餐馆里面墙壁上 有一排椭圆形的闲窗 而且呢 它的头顶上还有高高的行李架 座位也是蓝顶白花的沙发 和普通的飞机也一样 这个飞机呢 不用买机票 不用扮手续 不用过安检 就可以体验在飞机里面用餐的感觉 餐馆当中的菜肴 也不仅限于航空食品和快餐 和普通的西餐馆一样 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都有 只不过装菜的容器是塑料盘子 而不是瓷盘子 餐馆里的服务人员身穿的制服 和客机的乘务员一模一样 当有客人光顾的时候 服务员不会像一般餐馆中那样 说欢迎光临 而是像飞机乘务员一样 说欢迎登机 在餐馆的大门上 斗大的A380字样非常引人注目 我们再来看科技点亮生活 来介绍几个科技新发明 首先来看意识贴U盘 来看这个意识贴U盘呢 这个U盘有2G的容量 同时你也可以在U盘上 装有一式贴纸片的地方 做下笔记 方便U盘分类 也可以方便做下重要的备忘 再来看一个内置电脑的沙发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内置电脑的沙发 可以躺在沙发上 把电脑完全按照家用电脑来使用 从上网发邮件 到收看网络电视等等等等都可以 再来看收音机书签 这个库斯汽车的钥匙的装置 其实是一个新式的收音机书签 跟英特网上的标签功能相同 可以将广播当中的新闻 故事等等节目 以至于流行歌曲全都记录下来 日后可以随时在网络上重新收听 最后我们再来看全球最快的电动摩托车 这台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动工具 电动交通工具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40公里 用240伏电压充电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50马力的引擎让电动自行车望尘莫迹 不过它明年才会正式生产 好 以上是今天一周媒体瞬间部分 好 谢谢金强 观众朋友稍后我们将向您报道 一组体育新闻 一甲联赛今天凌晨开始了 第23轮的较量 并投扬国际米兰在客场 以3比0击败了来窃队 巩固了自己绑守的位置 客场对见